前几天,王哲林在论坛和网友互动,正是当时被灰熊对军中时,自己还在睡觉,还是睡醒后才得知消息,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意外。 其实几年前球连队王哲林还是非常看好的,认为他有丰富的进攻技巧,若能够在防守段更加强硬,只能够在NBA里阻挡,不过如今王哲林已经24岁,想要进入NBA并打出名气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所以不少网友认为,若他能够早几年参加选秀,现在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。 2012年奈克兰球峰会上,年近18岁的王哲林全场发挥及其出色,砍下19分8来半二代帽的数据率领球队获胜。 比赛结束后,很多外媒媒体给予王哲林高度评价,认为他未来能够进入NBA,是非常不错的球员。 参加那届奈克兰球峰会上的还有现在绝金球员加里哈里斯,王哲林还在场上给他送上大帽,数据各方面都全面领先。 虽然他们在场上打不同位置,但是就数据而言,王哲林将他玩爆,而如今哈里斯已经成为球队的核心。 去年签下4.8400万美元的合同,2017-18赛季中,哈里斯场均能够得到17.5分2.6篮板2.9助攻的数据,现在决定也希望能够通过交易得到巴特勒。 不过球队明确表示,不会将哈里斯交易,他和另外两名年轻球员被视为球队的未来,将以他们为核心舰队。 网友认为哈里斯、莫里以及约基奇都是年轻、有强力的球员,未来5年能决定直进队的高度。 反观王哲林,虽然被灰熊队在2016年选秀大会,尚以次轮第27岁位选中,但是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加入NBA的可能性。 而且王哲林在CBA也没有能够完全证明自己的实力,球队还将进入季后赛当作目标。 有网友曾这样评价过,比赛结束后王哲林照唱卡下20加10的数据,球队也照唱输掉比赛。 换言之,王哲林还没有能够带队获胜的绝对实力,而且目前国家队竞争也非常激烈,王哲林必须要保持让他的同时注重防守,不然调队也是存在可能性的。